这冬一带 想既是食材 又是鲜味的引擎 作用类似火腿 无论炸 炖 炒 烧 都能和其他荤菜素菜 形成奇妙的搭配 老陈家蒸满响 习惯贴上肥胶肉 响中的合肝酸和肉里的 骨胺酸盐协同作用 提升鲜味和口感 高温油炸 伪心满响带来焦香的风味 再上蒸笼 内里的肉质变得松软入味 经过二十天的晾晒 乌郎响变得像树皮一样坚硬 用水长时间浸泡 鱼肉才会恢复弹性 年三十下午 女人们结伴采购回 更多新鲜的食材 为年夜饭做准备 乌郎响逐渐苏醒 成块状的鱼肉组织 不能用刀 手撕 可以避免纤维受到破坏 生姜的芳香性挥发油 不仅去除鱼腥 爆炒中还能增加 乌郎响的鲜味 老陈也终于回到陆地上 加入这场举家参与的烹饪 烹饪 老陈也终于回到陆地上 这个所有人奔赴的夜晚 叫除夕 每一个中国家庭 都要共享一年的最后一餐 这是延续千年的习俗 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 超过了365天中的任何一顿 此刻必须把公认最好的食物 最好的手艺展示出来 吃完了 好 这个请不吝点 我天娥 我米饭 我有钱 我拎一点 我严一 来 今年呢 我干杯 钱 我 谢谢 他们 大家来吃饭了 小伙子姐快点上 喝一杯出席的酒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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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熏米糕完美登场 它艳红夺目喜气洋洋 把团圆的气氛推向高潮 蜡肉没有辜负老两口的精心勋制 美味慰藉着漂泊在外的儿女 松皮扣和酿菜构成一桌丰盛的晚餐 这是熟悉而踏实的味道 新楼换来的团聚和共享 是对一年忙碌最好的总结 这一餐 送走过往 也迎来新年